首先很感謝NOTO的安排 大家很久沒見了 因為都疫情關係 我都做了好像兩三年的president 都辦過幾個活動 但是疫情關係之後 就想辦活動都做不到 首先就很感謝大家 一直以來都是對Hanchdo Society的支持 以及鼓勵 今天就非常之好 有幾位我們的同學做了 presentation 其實我也想講一點的 因為我現在都在讀 都不是在讀的 只有一些小小的course 不是什麼degree 都是course 關於NET New Engineering Contract 現在這個contract 其實都去到NET State的了 其實現在那些局務處 局務局 建築署 就算是香港機場 就算是Main Works A&A 或者其他一些works都用這個contract的模式 都想學習多一些 希望學完之後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得著 其實現在原用都是GCC的 General Construction Contracts 其實用了NEC之後就很好看 還有 至少人家講一些terms 我起碼都知道是講什麼 希望今天有一個很 fruitful的sharing 還有Nocco都會錄影的 是不是 是 鏡頭都會錄影的 如果有機會 都可以放在網上 大家可以訪溫一下 今日的訪問 非常感謝今天各位的出席 我想時間交回比較多 多謝 在這個未開始 要聽一下料理之前 我們先拍一張照片 今天這個題目 就會說下去你就會明白 我想說回現在我們做很多creativity 為甚麼都跟人工具有關係 但我不是說很技術的東西 我是追蹤現在的trends 所有organizer 是怎樣做的 所以應該很容易明白的 首先第一 就是 我們要了解就是 一件事 我們讀書的時候 經常都 首先 講一些terms的definition 是不是 究竟creativity是甚麼呢 很多人都說 最重要是 think out of the box 是不是 還有就是 要給予一些 solutions 出來 去解決一些問題 那些 solutions 當然就是要給存在的 solutions 是重要和好的 這些就是一些 我們很大的 compliment 哇 你很有creativity 但是這個creativity的definition 其實是已經很早 在幾十年前 就有一些 挺authoritative 我覺得 因為他的citation of paper 是很巨大的 那就是其中一個就是 Theresa Marbury 她說 creativity is the production of novel and useful ideas 即是說 你只要肯用努力去想一想 去耕耘一下 去耕耘一下那些概念 走出來的話 那就已經是一個creativity 動一下腦 去想一下 去創一些東西出來 好像說 也很容易 但有時候 我們很累 我們真的不是很想 去動腦 去解決一些問題 想一些問題 解決一些問題 或者分析一些問題 所以在creativity 有時候也要有些東西推動 我們一會兒會看看有什麼會推動我們 願意去做一個叫做努力耕耘 雖然是令腦很累 令人很累 想完就很累 但是也會願意做的 第二個 我們常常說的就是 Innovation is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creative ideas within an organization 重點轉移到 implementation 因為 你想到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很虛的 就是intangible 但是當你做到 想到出來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很堅定的 physical的東西 所以 如果你能夠做到出來的話 去做到 大家感覺到 physical 這個就叫做 innovation 另外 後期 Jan Fagerberg 再補充就是 Invention is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idea for a new product or process 重點就是 誰想到先 如果你創造性 每個人獨立去想 都說有創造性 但是可以重複的 所以 Fagerberg 就說 First occurrence of an idea 就是說 20年前已經有人想過這件事 這件事就不是一個 invention 所以 invention 一定是要最早想到那件事 所以這個人就是為之 第一次的 invention 所以 invention 原來是要競爭的 大家要出生得早 以及早想到那件事 提出來才是一個 invention 這樣子的 好 接著 他說 innovation is the first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idea 對 想到一件事 想到一件 invention 已經很難 但原來 invention 不是每件事都很容易 就是變成成一個成功的 product 百分之很低的 很低的 可能90% 都不會成為我們市面上的 product 所以 如果 first commercialized 出來 開始你可以在 market 上看到 這個就叫做 innovation 所以你去到那個 stage 就叫做 commercialization 或者我們就叫做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invention 就叫做 innovation 這是我們經常讀書的時候 第一個 concept 就是要知道的 好了 剛才我講過的 Marbury 就是 為什麼會在這麼早的時候 提出這個 model 因為這個 model 夠簡單 他說其實創意不外乎有三個 component 第一 就是你是不是有 expertise在某個 area 第二 就是你是不是用了一些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去產生你一個很好的思路 去想了一些新的東西 第三個就是 有沒有 incentive 推動你去想這件事 這三個 conclusion 加起來就可以產生一些好的 creativity performance 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 這麼簡單的說法的 model 其實是很多人 基於這個 model 去做一些 test experiment 去研究的 到今天 仍然有很多人去採討這個 model 再說回剛才的三個 factors exper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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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大家想到就是 如果一個個人來講 就是一個 individual的 knowledge base 我認識多少東西 我從小時候 很小小的 knowledge base 到我中學畢業 我 knowledge base 經過人生這麼多 讀了這麼多書 我又大一點了 大學畢業我又多一點了 到你出來工作 到你腦子了 我的 knowledge base 很大 OK 但是大成怎樣 大到我可以用我的 knowledge 去產生一些新的東西 那是不是好 但是問題就是 沒有人可以敢說 我一個人的 knowledge base 我認識了全世界的東西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information 的 world 是很大的 information 像 explosion 一樣 沒有一個人可以認識所有東西 所以稍後你會發覺 我一邊說下去 就發覺 原來 expertise 是重要的 對 creativity 而言 但是一個人始終做到的知識 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能力有限 未必推動到 creativity 一個很大型的 activity 你就會找 external 人 找多兩個 partner 三個人不同的背景 knowledge 三個臭皮醬都勝過一個諸葛亮 這樣的道理 那麼 knowledge base 三個人加起來就大了 是不是 所以 expertise 原來是可以這樣去增加的 那麼 creativity thinking skills 就是說 個人接受了不同的 information 的時候 他怎樣去 process information 我們生活得久 天天看到 眼看到 看到 感覺到的東西 我每天都有這樣的 routine 當作一個 operation 的 routine 我每天早上起床 洗臉 拆牙 吃早餐 但是這個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就是說 你會不會 process 這些同樣 information 跟別人不同 你會找到一些新的角度 新的 perspective 去看那件事 以及找出新的 solutions 去解決一些問題 那麼這些就是要 train 的 因為有很多 creative thinking methods 就是已經很多人研究過的 所以這些後天我們訓練出來的方法 去想一些很特別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麼這些我們叫做 heuristics 那麼 heuristics 其實與生俱來 我都覺得是有一些的 但是後天可以訓練到 更加 enhance 他的 例如是 Tris 很有名 Extendix 或者是還有更多 很多不同的一男子的 creative thinking method 但是大家只需要選一些自己適合的 這樣就已經可以擴闊你找到 solution 的方法 速度 Motivation 就是說每一個人去做一件事 想事情都是辛苦的 想完事情之後我回公司工作 做完整天的事情 想了很多事情 作了很多文章之後 我回家很累的 對不對 要用很多 energy 所以我們在說 就是要做 creative 就是你可能需要有一些 energy 去 motivate 你 很多人相信 就是說 年輕人應該有很多 energy 所以如果你會勵一下他 他真的點著了他心裡面的火 那他就會推動自己去做的 很努力去做的 不睡覺都可以做的 所以你看到 motivation 也是有自己自發性的 也有外面引發他的 我給很高薪金請一些聰明的人來幫你做事 一樣 motivate 到那個人 對公司有貢獻 有 creativity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在說的 motivation 好了 我們明白了這些 basic 之後 我們第一件事我們想看的就是 原來有很多人 就是基於這些這樣的性質 他們去搞一些活動出來 推動一些創新的 我這裡第一個叫做fintech week hackathon fintech week hackathon 我不知道在在有沒有聽過 但是他在香港舉辦 就已經是2019年開始辦的了 fintech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 emerging technology 在當年2019年 就是做一些 financial tech 利用一些 blockchain之類的 technology blockchain 是的 就是當時 emerge出來 開始很多人去想 因為這個 technology 是不是那麼新 它的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是無限那麼多的 所以要找多些人去找 有什麼地方可以發展它的 application 所以這個hackathon 就是說 咦 這樣的 emerging technology 出現了 那你可否去找到一些新的 application 對著一些 investor 說 然後 investor 買這個 idea 然後 invest 下去呢 這樣 所以他們舉辦了這樣的 這個thintech week hackathon 速轉速缺的 只有36個小時 星期五晚 星期六全日 星期日全日 大家走在一起 不要回家 給你酒店 給你 給你夜晚的飯 給你吃 給你中間的午餐 中間加插些瑜伽運動 讓你輕鬆一下 但是你有責任的 就是要 brain storm 一些新的 application 推出一個出來 然後呢 就會有 competition 就是有 coaching 對那些 investor 來說 然後呢 investor 會看哪些 他們喜歡的 好像一個 competition 這樣 當時我也鼓勵一些學生 去參加 真的有些學生去參加 但他知道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膚了 我問他們 給50元的參加費 你們願不願意 每個人都不相信 50元 有酒店主? 還有 這麼多餐晚餐 這麼多餐午餐 還有早餐? 是啊 你報名 你個人也可以 一個團隊也可以 但他一定是一個團隊 做一個 topic 你可能夾一些人 有些 marketing 背景 有些 technology 背景 有些是 computer 的 programing 背景 等等 方向一個 teams 有不同的 expertise 然後一起去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呢 是挺有趣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個 link 因為我也不特別 繼續進去 這個 link 已經 close 了 2019年 因為 FinTech 已經不是新的了 他們已經轉了別的 topic 這個就是 Curray Hotel 也很新 很美的 也是做這件事的 大家可以用這個 link 去看一下 好了 其實呢 Continue 就是 還有一些 大的公司 Tencent 就是騰訊 Finspire Finspire Hackathon 同樣原理 你可以進去看看 他們的獎金 就更多了 剛剛的獎金 就是5000元 只需要36個小時 去貢獻你的 idea 這個呢 有10萬元 都足夠的 incentive 應該 你又是 星期五晚到星期日 這個會好一點的 之前他給了兩次工作室的時間 準備你的 domain knowledge 然後才去參加 所以 他們也是這樣做 都不錯的 什麼叫做 emerging technology Emerging technology 其實你可以去一間 在Gana Hype chart 就是這個link 你看到 Gana每年都會出一張這樣的chart 就是說 很多人提及的新的名詞 技術的名詞 在Google 或者之類出現過的 他們就會看著 被提及的程度 在各方面 社交媒體 在Google 或者各方面 提及的terms 如果提及得越多 就越高 就是那些人覺得 他應該是 可以投資進去 和可以投資進去成市 你看到 2021年 在Peak那裡 未提及得很多 就是non-fungible tokens 這個就是 我們在說的 NFT NFT 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把一些 藝術品 變成Digital的模式 然後它有價值的 可以拍賣 或者拿出來 銷售 提供一個價錢 這樣 這個就是NFT 所以 這些就是Emerging Technology 明年又不同了 明年對境況 可能慢慢這些 非收 因為它慢慢下來 後面 就是成熟了 或者已經是成事了 慢慢就沒有那麼多人說了 因為習以為常 就會說再新的東西 所以這些是Emerging Technology 大家都想到了 如果原來你這些活動 選一些Emerging Technology 出來甘心 一來我要吃很多 技術的 expertise 才可以參與創新 是不是很高難度 是不是 真的要讀很多文章 這樣 是不是 然後 但是它有個好處 它已經有的application 就是unknown的 因為太少人 剛剛太新了 太少人去想 初頭人是很容易想到application 但是你也要知道很多domain knowledge 新的 要學的 所以 有這樣的難度 所以 香港 其實也不是香港 整個亞洲 有另外一個團體 搞一個叫IP Hatch Hatch 就是破工 破了去 但是基於IP 基於一些patent 所以你看到 現在它有些patent portfolio 是一些公司已經擁有 不是多 可能只有十多件 你選擇 選其中一個patent 你熟悉一個patent很容易 要努力的難度 就沒有那麼高 但是你就要把它想 有什麼product 有什麼commercialization 可以做出來 當然 如果某大公司已經patent了的東西 你不可以用 你不可以說 就這樣commercialize 所以這個scheme是很有趣的 這些大的公司 譬如Panasonic Nokia 等一下你會發覺 原來CTU也是其中一個party 他們就是 組織了一個boundary 就是說 你參加這個scheme 組織一個tech company 你可以遲些才組織 我付錢你的時候 或者我入股的時候 你才組織 但你as individual的時候 你可以參加這個scheme 這個scheme是行幾個月的 你看一下patent 你會選擇一些proposal 說我想他們怎樣 利用你這個patent 就commercialize 因為這個是open innovation 就是說大公司 就是願意讓你開發這些patent的license 願意讓你開發這些patent的 所以他們不會阻止你的 encourage你用他們的license 然後開發一些application 甚至乎會用他們的patent portfolio 入股你那裡 或者再付錢 不然你真的繼續你的idea 繼續下去 因為大家都有好處 所以變成了 這個就成為一個open innovation的environment 裡面 你去動用你的expertise 沒那麼大了 一個兩個patent 然後想用你的creative skill 再有些reward 就是公司入股 reinvest 等等的motivation 你去做你的creativity 是這樣的 這些都挺有趣的 那就是 他們每年都有辦 不僅是在香港辦 因為他們舉辦的organizer 是基於新加坡的 最初就是新加坡 香港還有一兩個亞洲國家 但現在他們已經搞了幾年了 那就是馬來西亞 泰國 菲律賓 越南 印度尼西亞 日本 香港也有的 那你可以點這個link 進去 就是可以看看 那麼 裡面就會有他們的patent portfolio 你會發覺 在香港來說 CTU Nokia 和Panasonic 就是這個sponsoring的company 或者是organization 來的 他們要拿出他們的patent portfolio 就叫那些人 你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commercialize它 這樣我們的license 可以讓你去做 這樣 所以 例如CTU 這個就是 variable 3Dimensional articular multipoint acquisition health status monitoring and biostimulation device 就是一樣這樣的東西 那你要去想一下 有什麼application 譬如現在在COVID-19的時候 這個application 好不好呢 之類你要去想一下 好了 這些patent portfolio 就是可以選擇的 有很多area 譬如這個就是 從Nokia Panasonic 這個是從Nokia 這個是從Panasonic 等等 所以你要看到 這些每個patent 你可以進去看看 有沒有想法 有沒有做 這樣的程序去做 所以變成他們 有多少引導你的方向 去找一些 outcome出來 就是 那些investor想要的 真的想買你的idea 這樣的做法 我在CTU 也做過一些這樣的 course 教學生 所以其實這個做法 可以拿來看看 模特兒有什麼 的分別 那這個呢 我就用一個叫 extended model of creativity in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因為呢 外面說的就是 real life 那在CTU 裏面做的 education on creativity 就是 在一個educational 的environment 底下做的 所以 education 底下的environment 一定有個 這樣兩樣的大圓圈圈圈圈圈圈圈的 這個叫做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那如果這裡 大家都是在阿拉拉讀過 CTU 你知道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是在講什麼 講著 讀過 course 懂了那些東西 跟著做assignment 跟著考試 pass了 儲夠subjects,modules,畢業 是呀,這個就叫做educational environment 一般我們所認識的 所以它是一個這樣的架構下 你辦一些 course 那 course 當然要灌輸你一些不同 subject 的 domain knowledge build up 你的 expertise 所以學生在一個 undergraduate course 在三年四年裡面慢慢讀很多 subject build up 它的 domain knowledge 養成它某一個 feel 裡面有一些 expertise 然後呢,中間可能也有些 learn 到一些 creative thinking method 他們或者自己都會應用的 還有呢,有 task motivation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assignment 的 percentage 的 rating of score 是 50% 哇,這樣吧,要給多點時間下去 這個 examination 呢,又是 50% 哇,這樣就給多點時間下去 好啦,你們呢,就做一些 in class 的 activities 沒有分的 啊? 哦 等同學仔 groupmate 去做吧 可能有些人呢,對這個 subject 會有興趣 行了,我做 team leader 我去做吧 會有很多 funny 的情形呢,你會觀察到 大家都,如果畢業了,同學都可能記得回 咦?就是這樣做 group project 的 當然呢,中間會多了一個 teacher 的 role 那有時候呢,就是引導我們或者是鼓勵我們 或者是驅使我們去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有... 其實我們有一個 course 叫做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這個 course 呢,其實都幾 relevant to 今日的 topic 的 那有... 通常都呢,每年有 80 至 120 個學生的 master 的學生 那就是會用... 比如我們會給一些叫做 IP database 就是譬如 patent 的 database trademark 的 database 等等 給他們呢,就是去做 search 找出一些最 latest 的 product 等等 然後呢,他們要做 assignment 的 但是 assignment 呢,就不會那麼吃力了 因為呢,我們給了一些 tools 了嘛 那些 tools 呢,可以幫他呢,很快就 collect 到 information compiled as a report 所以呢,就可以 somehow support 到他們呢,就是做 assignment 的 我們在想的是,用一個這樣的方法呢 令他們喜歡做 assignment 同時做 assignment 的結果呢 就是會令他們有一個 happy face 會笑的 啊,我終於找到一些東西呢 原來真的有 pattern 的 我每天都去...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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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一些 shops 就是很想買那樣東西 原來那樣東西呢,有這些 pattern 就是找到出來的 另外呢,就是... 幫他們呢,就是... 能夠吸收到多些 invention 還有 patent trends 因為現在的 patent tools 呢 是非常之 powerful 的 它是一個 big data 的 analysis 來的 它可以將某個 discipline 的 patent 呢 造成一個 trend according to year 或者甚至乎可以細分到不同 company 的 patenting trends 所以變成呢,你是可以 develop 到一個 pool of knowledge 就是看到某個 technology 啊, product 啊, industry 那個 trend 是怎樣的 那麼我們看到那個 trend 是怎樣的呢 那麼我們就應該懂得 利用我們學到的 knowledge 就是說 這個 trend 是不是增長得很快 還是這個 trend 呢,已經是跌下來的了 那麼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我選一個 topic 應該是選一個 是 grow fast growing 的 topic 啊 還是一個 declining 的 topic 呢 Decining 的 topic 呢 Decining 的 topic 當然是有它的原因 說那個 trend 是在下降的了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 data 裡面呢 找到你的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y 是怎樣的 還有呢 你可以覺得呢 就是 如果你真是 as a entrepreneur 你應該那個 technology 的 roadmap 是怎樣的 哪些 technology 似乎呢 你一定要 adopt 的了 要不然呢,你就沒有 future 的了 譬如電動車都來著了 你還是想著做一個很漂亮的 digital engine for the private vehicle 呢 那你還不 adopt 一些 electric motors 的 technology 呢 你那個 你那個 自動車的 manufacturer 值得 invest 呢 那個 investment roadmap 呢 現在是正在去某一些方向的 那你要知道 那你要知道 那學生呢 知道這些 information呢 他們又可以 deliver一些 叫做 pitch desk 了 那他們真的要做的 那也是非常之 interesting 那就是想鼓勵他們自己呢 就是真的 學一下怎樣去說服 別人呢 就說 這個東西是可以的 好的 這樣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會教一些 rule of forms 就是 很簡單的 可能就是教他們一些 日常的想法 就是 我們通常有些東西呢 就是 加些 加些 或者有些東西呢 就是從一些東西裡面 減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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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創造一些新的東西了 加加減減 原來 pattern 的發明 絕大部分的原理 都是加數來的 或者是減數來的 所以 加加減減 可能已經是幫你想闊了 但是我們日常不留意 所以我們只是跟我們 昨天是怎樣做 今天是怎樣做 這樣 不懂做一個簡單的加數 加這個加那個 那就不會有新的創造 是不是 所以你要知道 加加減減是今天和昨天 可能就是有些加加減減 做的東西是不同了 那你就會有些創造 要練習的 練習得純熟 隨著你的年資一直增長 你就越來越看得通世事了 原來哪些是加了 哪些是減了 哪些是減了 看得通怎樣 去做你的創造 好一點 那些同學 就沒有這麼長的時間 一個 course module 只有十幾個 week 所以他們就會 在這麼短的一個 course 時間裏面 就要完成一個 project 當然是一個 group project 那 group project 原來我們這些 course 就會有同學來自不同的 discipline 有些是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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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 所以他們有multi-discipline的 knowledge 走到一個group 做一個group project 那當然最重要 就是他們自己 真的 go through 了這些 exercise 就有一個 insight 說將來 就是應該的 future trend 是怎樣走的 尤其是我們看成 outside world 就是一個creative world 其實要跟著去走 是怎樣走 所以我們這個 course 就是以inspire creativity 以及仍然是 在一個educational environment 走的 然後就是用IP information 所以你看到 都是這樣的圖 但是我們就要有些 method 在這個 course 那裡 那些 topic 我們要教的 這些number的箭嘴 不是呢 我們又想有一些 outcome 是會走出來的 所以就變成 我們在這個 course 裡面一定要教的 就是IP search的 skills 以及那些 tools 要做 assignment 是不是 那麼已經用了你三個小時 起碼的了 會教他們怎樣做一些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的 strategy road map 這樣 又用了三個小時 做完之後 為什麼要做呢 因為他們當他們 做了自己的new product development 之後 的road map之後 他們要說服別人 要pitch別人 所以有一個pitch desk 那些學生 就是自己會 做了 然後呢 又做judge 但也都要做一個 叫做presenter 去說服別人 我想這個idea 值多少分呢 只是值多少分 我們在學校裡面 只是說score 還有 要 最重要的就是 你做完這些search 得到的結果之後 你怎樣inspire 你想到你自己的idea Furder go further 怎樣選擇你的product 所以呢 我們這個呢 也有一個in class activities 讓他們試一下 用這些key 看看可不可以 一個class裡面 那麼短的時間裡面 你可不可以brainstorm到 很多topic 和很多不同的idea 走出來 所以這個呢 就是那些creative thinking method 就是幫你很快速地 generate很多idea 然後你可以去選擇 那group project的presentation 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呢 這個呢 就是佔很多分的 那而且這個pitch desk 就會有老師 或者有些industrial的人 就參與 就是做judge的 那學生自己也有 有個share的分可以給的 不同的group給回 跌日 這樣 那所以這些都是motivation 來的 因為有很多分的 那就是examination paper 一定有考試 那所以 那些考試都是考他們的creativity 就不是念書的 所以那些題目都是很特別的 會是 即場要你兩個小時的考試題目裡面 自己真的可以create到一些idea 答每一個short question 那樣的樣子 那所以這些也是有一個motivation 他們真的要去 用腦去想 這樣去做 那 所以呢 這個model裡面 最特別之處 就是出現了一個老師 因為普通來說 你creativity model裡面 會有一個老師 所以老師在這個課室裡面 第一就是要有一個role 就是可以影響到學生的creativity 的performance 所以這個他們是要知道 究竟是怎樣去做的 老師要熟悉 所以 因為老師的指導 其實可以是影響到 正確地去做 學生的creativity outcome 所以你只是壓抑他們說 一個星期內要交下一個功課 一個星期交一個功課 可能 是 positive 對某些學生來說 可能對大多數學生來說 就是 negative 因為 你把那麼多work load給我 我就交行課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要想清楚 就是怎樣去做一個 positive的影響 令到這些學生願意 就是說 develop他們真的 那個creative thinking skill 去 solve these problems 因為這些要練習的 還有就是 會願意去看很多這樣的文章 這麼多的painting 去學會了裡面的knowledge 還有就是利用一些 這些knowledge 可能是跨了不同的領域 可以去generate innovation 還有怎樣可以stimulate他們 就是真的 點鹽了他們的火花 讓他們就是 咦 我很想做 我覺得 我想做一件事 就是可以真的去到市場 有品牌 或者是可以成功某些技術 所以 對老師來說 其實也有點難度 所以 他必須具備的capability 老師來說 他要熟悉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和entreportation 那方面的知識 對IP search要熟悉 對new product development要有認識 又要有creative thinking的approach 可以教一下別人 這樣 所以 老師的角色 不是教完那個teaching materials 這樣就完 而是 還要做多一些 跟學生 多一些的interface 就是 怎樣幫那些學生 或者鼓勵那些學生 就是 真是 會去 自己主動去 achieve 他們應該想 這個course 想他們 achieve到的 goal 這樣 可能要跟他們聊多些 一些 鼓勵 或者很多方面的事情 那學生 當然 他們自己有 自己的motivation 內心裡面 也有老師要逼他們 學校制度裡面逼他們 所以 有些學生會做得很好的 那我為什麼 這些 最top score的學生 找到出來的 那些 那些 patent portfolio的idea 就是因為 你可以看到 如果他們 找到一些 quid pattern的idea 然後由這些 patent的idea裡面 再去 further enhance 或者是改良 其實難度是高的 你不要小看 那些wide preservation device 其實已經是去到 就是用那些 inner gas 來封了 那個酒瓶瓶 讓那些 裡面的酒 就不會氧化 然後怎樣 拿裡面的酒出來 每次拿少少 然後呢 剩下的酒 仍然是 preserve 在瓶裡面 哇 你想想想 想到這麼好 還要再改進 你想想 是不是那個 bar已經很高 其實是不容易的 但是他們從這裡做starting point 可以做到多少呢 Outdoor Cycling 你可以進去這些連結 看看公司是做什麼的 然後呢 他們是staffing 這些公司 他們在做的事情 再去想 所以 radial frequency appellation wearable technology stereo photographic 都這樣去想 而這些brand 就是 有些是大公司 有些是小公司 所以 他們是由這裡做starting point 去create的 所以那個task的motivation 如果純粹說 外部的motivation 要他們真的肯定這樣做 由一個這麼難的topic去start 其實真的 其實真的有成功有失敗的 失敗的就是說 我們真的只有幾堂時間去教 還有要申請 我們不可以等你三個月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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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申請期限 就是令他們 就是 唉我不夠時間 再想多點了 我也要交了 那就stop了 這樣 想到這裡為止 還有呢 有些assignment 或者有些activity 那個score 的wating是低的呢 那 他們就休息一下 是不是 但如果assignment 的wating是高 他們會放多點時間去做 這樣 但有些學生不會的 一會兒你會知道 就是 有些學生真是 很想去 master 那個skill 無論是分數有多少 他們都很願意 很樂力去做 那 就 譬如 如果你不允許 那些學生 去做他們的assignment 令他們覺得很有趣 或者容易少些問題 他們很容易被打擊 因為那個assignment 不能夠完成 就是因為 某一個step 卡住在樹 所以我們要考慮 talk tools 去 support 他們 讓他們少些困難 完成這個task 但有些因素 我們很難控制 老師都是 因為還有學生 會study其他course 其他course 其他course 都有assignment 一撞期 去交assignment 或者是test 這樣 他們都會是 沒有那麼多的精力 可以應付到的 所以盡可能 看看可不可以把 assignment 那個 十億的時間 flexible 但也不可以flexible 到很遠 稍微 將就少少日子 短日子 而且 那個 weight of assignment 請問如果哪些東西 一定要 master 那個skill 可能那個score 就會高些 等等 讓他們注重些 那 要給他們一些tools 讓他們用 讓他們可以容易 完成的assignment 可能assignment 那個template 也要給他們加 讓他們努力 作那個contact 裡面的內容 但就不要花費了時間 就是他整理那個report的format 等等 還有一些assessment 可能是continuous 去做 讓他們可以 一路路adjust 自己的learning 跟著上去 有些student 比如他們交的report 封面 我完全沒有東西 我給他們template 都是只有字 就是title 和日子 但是有些student 他說 他們自己主動 就會設計一下封面 沒有分的 封面沒有分的 因為我那個marking scheme 封面設計是沒有分的 但是很多student 都願意這樣做 就是說 他們很proud of 他們的report 用這麼多心機下去 做得的封面漂亮 不滿足到老師 都可以滿足一下自己 這個是可以說 是他們 一個intrinsic的motivation 變成他們願意放時間去做一些沒有分的 但是他們覺得自己是很想做的 很proud of做這件事 所以intrinsic的effectors 其實最好利用來推動年青人 因為他們真的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 蓋上設計畫 願意做 沒有分的 但是 而且 你會發覺 你講一下 一些patents 在班房裡講 有些同學 就會問很多問題 因為他們很有興趣 或者是他們自己真的有些 experience 想要申請專利 這些就是點燃了他們的intrinsic 點燃了他們一把火 有一個energy 就想去做 有些group project 不是每個student都願意付那麼多努力 有些group project的leader 通常都有多少intrinsic的factor 就是有些intrinsic的multivation 想自己帶頂一些同學做多些 然後完成那個product development project等等 會是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conclusion就不是很多 因為你很難說這個training course就好成功 他們就由一個很難的topic 因為他們尋找到一些很難的existing product 再去furterimprove 其實大多數都很難的 improve到很多些 但是都整個過程 起碼他們是高呼過 這一件事 因為為什麼要讓他們知道難呢 就是 因為所有人家已經想到的creativity 和pattern了的 是一些有IP rights的knowledge 也不是knowledge這麼簡單 即是它簡直是一個 form of IP rights 是protected的 所以跟你traditional的knowledge 就是並存在的 所以有些只不過是textbook knowledge 那些knowledge你是可以用的 但是有IP rights的knowledge 就是有patron的protection 有IP rights的protection 你是不可以就這樣用的 從而就訓練到那些學生 就是說 其實你做了這麼多research work 你要inspire 你不要真的採取這個態度 就是去網絡搜尋之後 用來交功課 就是不可以的 你是要做多一個step 看看可不可以add value下去 create多些 甚至是invent到多些 你想一下 如果那個student 如果真的能夠交完assignment 做完group project 還可以申請到plater 再去create了一些新的東西 你說是不是很成功呢 我覺得是很成功 但是不會每個group都有 一定是一些情形底下 就是大家的努力了出來 學生和老師的努力了出來 他們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大家brainstorm了 做到出來這樣 所以creativity就是一個這麼重要的東西 但是也不是說隨手可得的東西 一定要想的 要一些努力去想的 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明白到 就是我們說 這個domain knowledge 其實就是延伸了 除了traditional knowledge 就一定有IP 這個已經是趨勢了 叫人去做creativity 而 student teacher 甚至乎researcher industrial mentor alumni startup 都開始在想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combination 去work together 去做一些不同subject area 裡面的creativity的東西 比如food medical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這樣 所以 是不是一個good mix 這樣去做呢 Gana high chart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starting point 去找一些emergent的technology 然後開始去找一些很新的application 呢 所以 要明白這些emergent technology 是怎樣編排我們的investment 或者我們的development 和adoption 是不是要有多少技巧 去知道adoption timeline是幾時 deployment plan是怎樣的 和investment decision是怎樣的 就是要考慮很多這些 所以 那個strategy for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creativity 其實呢 就會是 是 仍然是 一個三個element的creativity model 但是呢 我們會首先第一 就是說 要很comprehensive的domain knowledge 就像剛才所說的 traditional knowledge 加上IP的knowledge 而呢 基於knowledge 除了老師學生之外 還要一個很大的alumni network 而呢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的關架 就應該要變成一個bundless environment 這樣呢 你就有可能做大這個領 做大這件事去了 我猜呢 已經很多人在想 其實可能覺得呢 就是 creativity 或者做innovation diversity 很重要 就是要不要有東西阻礙 說 我們是做一個scope band 一定要讓它走出去 跳出去 這樣 所以呢 所以呢 最近 我們的同學之間 alumni之間 就在說 CTU Test 300 Test 300 其實 Test 300 算不算呢 已經是走到一個階段 在提出一個comprehensive model 的creativity 這樣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才說的的sample 由一個event 是說三十六個小時開始 星期五晚到星期六 星期日 接著就散了 中間又有優勝 這樣 到了呢 我們說的 就是organize 一個course module 13個星期 這樣 跟著呢 就 同學組成group 去接受training 然後去做一些project 到了呢 我們說的 一些program 就是 你是student 你就選擇某些scheme 那四年裡 你都接受著不同的subject 的學習 train up你的expertise 然後呢 做最後畢業前 做個final project 這樣 用了你的所有能力去create 這樣 甚至乎現在說的 就是 under test 300 就是 咦我發覺我畢業 都還有份 因為你是lifetime 如果你是alumni 你就lifetime 你也可以去參與 你也可以去參與 所以變成呢 現在的timeline 就是你既然進去做學生 有興趣 你原來呢 是lifetime 可以學習creativity 包括所有的skills 這些東西 你可以一直這樣 practicing 一直增長你的expertise practicing 多些你的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還有CTU 又不斷地multivate你 直至到 從young alumna 到senior的alumna 他都侵你玩 這個都不錯的 我覺得 expertise就是 如果你已經是CTU的student 在研究中 在研究中 很多不同的subjects 那你的expertise 一直增加 到最後呢 你就已經 gain了很多 knowledge 和experience 然後 develop 你的career path 是吧 所以 expertise 是一直與日俱增 增長的 participation 可以是student 或者是CTU 裏面的research staff teacher 或者alumni 去到呢 他們在說 在科技公司 做一些IP 是CTU的IP 的commercialization 都可以 所以這個commercialization 一網打盡 就是 通知廣立言人 所有人 集在一起去做 environment 由CTU 一個pure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就變成 就是 互相collaborate 底下 你就可以 some sort of open innovation 這樣 這樣 就有 有一副 百應的alumni 不同network的alumni 會回來幫 那些 師兄師弟 去做 一件事的innovation 這樣 所以變成 有多少次 有少少的 similarity 做一個open innovation 這樣 好了 所以到這裏 我分析完 就是 我們學過的東西 就是 就是 應用在教育 又在CTU裡面 嘗試一下 不一定說我的結果是成功 一定有失敗 可能要告訴你 如果用標準來說 結果是90%失敗的 但是 其實是很難成功的 所以 變成 遇到了 所以 變成 今天講到 就是這裏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可以聊一下 看看大家 超了時間 不要緊 很精彩 都是我們今天主題 好 那 Woky準備好了嗎 好 你們看到畫面 是 看到 OK 好 那 很多謝師兄 介紹完了 知道 大家 如何 循環 去 有個 Creativity 和Innovation 那就 現在 分享一個 話題 這個話題 就 在最近 都比較 適合 而我公司 亦都 接觸了 不同的 project 所以 希望 亦都 給一些 在學的同學 或者 是 一些 夥伴 你們 有興趣 在一個 元宇宙裏面 找到 商機 給一些 好 其實 我大概 都是 用 不會太 長時間 希望 大家 在當中 可以 領略到 一些 最新的 潮流的科技 其實 萬物 都可以 圓宇宙 由我們 Facebook 轉了Meta 之外 就 什麼都 轉了Meta 可以 無論是 Education 稍後 我會介紹 其實 香港 香港 U的醫學院 已經 做了 第一個 Meta Versity MetaVersity OK 裡面 可以 利用 這個 元宇宙 ARVR 科技 去 探視到 在不同的 教學 或者 在很多不同的 課程 甚至於 在 應用上 當然 大家最為人 所熟悉 就是 Digital Entertainment 在 MetaVers 裡面 大家 無論 尤其是 在 疫情 的 情況 隨時 都會 封閉 你就可以 利用 Digital Entertainment 無論 做 exercise 或者做 其他的 遊戲 都可以 坐在家中 都可以享受 那當然 也是 牽涉到 Vetail 你 出不了街買東西 你就去 Virtual Shop 去 做不同的 Transaction 那 其實 整件事 牽涉到 Smart City 或者Smart Campus 那 Smart City 你說 你可以 Virtualize 到 整個 香港島 然後 你可以 在 MetaVers 裡面 建立 不同的 社區 亦都 在 裡面 你可以 買不同的 Virtual Office 或者 你自己的 Apartment 然後 你帶著 鏡頭 可以看到 Sea View 雖然 你住不了 半山區 你住不了 清水灣 或者淺水灣 你就可以買 一個淺水灣的 豪宅 那 另外 亦都可以有 Campus 無論是 University 也好 或者你是一個 Organization 你也可以 利用 MetaVers 去建構 一個 你自己的 Virtual Company Across The Global 那 在一間公司 或者一個 City 裡面 其實有很多 Process 在MetaVers 裡面 你可以利用 Mobility Process Automation 去成就 你不同的 Applications 或者E-Learning 的東西 那這裡 講一點 就是 Under Meta Campus 或者 無論是 Meta City 也好 或者 Organization 你可以 把 AR VR 的 技術 混合 結合 一個 叫做 Digital Trends Digital Trends 簡單 看到以下 有一幅圖 就是 Physically 可能是一座樓 或者是 一些 Machinery 其實你可以 Digital 去 你用 3D的景象 你可以戴 MR眼鏡 也好 或者戴 一些 叫做 View Time Glasses 也好 可以觸摸到 裡面的結構 而 做一個 互動 在裡面 是 Enable 無論是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University 去 Skill up 你所有的 offering Not only 在你一個 Physical Space 但你可以 將它 放大到 在全球 甚至 不同的 region 擴展 你的 工作 尤其是 現在 Under Epidemic 情況 基本上 在 Metaverse 除了你可以 做Digital Entertainment 你可以 Through Metaverse 做到 任何 E-Payment 你可以 Submit 你的 Complain 或者 Enquiry 享受任何 Services 他們的 對象 Not only Citizens But Student 甚至 跨國的企業 在文化 或者 教育上 都可以 用得著 剛才我提到 Hong Kong U的 Metal School 已經 做了 我現在放一段影片 給大家 領略一下 什麼叫做 Metaverse Metaversity 其實 文化 旅 公製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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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個概念 就是我如何建構一個Metal Campus 那個是HKU的醫學院 我現在有一個 因為我現在公司在做幾個項目 都是幫助一些大機構或者政府 或者學院 就是大學在做這些項目 這裏我分享其中一個 基本上如果是HKU就會很清楚 因為BMS是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裏面會有很多不同的感應器 我們將這些2D的資料 進入了IoT系統裏面 IoT系統會把2D的影像 將他們的數據變成3D化 以及做了一個Rendering 一個360度的顯示 這個名字會在他們行內 就是我剛才也展示過 是叫做Digital Trends OK 那裏面可以把整個Campus 除了表面 你會看到一個 譬如就算是City U 你會看到他 我一座Building 或者幾座Building的立體圖 外 亦都可以看到他裏面的管線 或者他裏面的心臟 即是一個人 你除了看到他的樣子 外 你可以看到他的心臟 他的胃 他的腸 而在建築裏面 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就是他們裏面的 空間 他們裏面的 風火水電 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會顯示在這裏 好處就是 因為這個系統裏面 一個Campus裏面 會有很多Facility 包括了 大家都要用的 Smart Toilet 他也會知道 比如哪個廁所塞了 哪個廁所是很多人排隊 其實都有顯示 另外裏面的Aerator 和Escalator 有哪個是要做些 Maintenance 有哪個壞了 有什麼情況 在Campus裏面 在D2TWIN都可以顯示出來的 還有當然剛才說的 Parking 你泊車 譬如現在去到Science Park 你有Fade Gen 之外 亦都可以預計到時間 你什麼時候拿一輛車 這些東西 這些所有的Smart System 無論是Servalience CETB 這些 全部都會在D2TWIN 顯示出來 而在裏面 因為我們都存在 Data裏面 可能是On Cloud 或者On Premises 那裏面 裝著Data Lake 之外 我們可以看 Energy Consumption 從而可以做到 碳中和的 Analysis 另外 亦都可以做到一些 Dashport 關於無論人流 或者是所有 Transaction的 Analysis 我們要 接觸這個D2TWIN 其實我們 通過Apps 一個Web 的Apps 或者一個Mobile Apps 可以控制到 裏面的 Facility 我們可以下個 Surface Call 譬如有些 External 的Visitor 我們可以 Lavigate Analysis 最重要的是 當我整件事 在裏面 其實 我們就會 有個 Interface 進入 Meta Campus 裏面 即是 除了一個 Physical Campus 外 我們也可以 製造一個 Virtual Campus 這個Virtual Campus 我們可以 Through AR VR的作用 會有 Virtual Office 從而 我們可以 做到 Digital Entertainment 再加上 就是 Rithin Campus 裡面 剛才我講過 有很多 Surface Health Desk 或者我們可以 Create Digital Workforce 去幫 幫 所有的持份社 去做一些 Process 我們也會 建立一些 RPA Process 是電腦 軟件 機械人 去幫 譬如 你申請 一些 譬如 當你是一間大學 你要 新進去的 你要申請 宿舍 你要申請 一個 Student Card 這些東西 全部都可以 有一個 Virtual的Digital Workforce 工作 再加上 其實我們不是 Virtual Digital Workforce 我們也 在整個 Campus 裡面 有很多 不同種類的 機械人 例如 這些機械人 可以用來 做 Curveillance 可以 幫忙 做Reception 可以幫忙 去做一些 facility management 甚至於 他們可以 做展草機械人 這些 不同的機械人 的動作 全部都可以 through 一個 這個 solution 去control 現在我們也是 可以做一些 Drum 去大廈的外場 有沒有 摩洛 都有些 無人機 可以去做 一個 測試 一個 檢驗 好了 那我們 這個 就是 我剛才說 類似Campus 的System Architecture 大家有個 Overview 其實 我們 尤其是 政府 你知道 我們 都希望 打造香港 做一個 Teleology Hub 正如 Citu 有Tech 300 投資了個千萬 希望 同學仔 可以 develop 一些solution 所以 其實我現在 幫助政府 或者 University 建造 一個Metaverse 的 development 裏面 裡面 我們是有 不同的 facility 包括有 hardware AR VR 眼鏡 還有 Metaverse 用不同的 language 去 製造遊戲 之類的 也可以 不僅 現在 我們 將一些 設計 無論是 Fashion Design Arts Design 將它 NFT化 即是 利用 development Platform 製造 NFT 從而 將NFT 可以在 OpenSea 去 Promo 去賣 做任何 Transaction 都可以 所以 你會看到 我們 去做 這個 Meta Campus 裡面 其實 我們 Through 這個Meta Campus 裡面 是 打造一個 Metaverse 的 Development 就是 給一些 Startup 給一些 Incubator 去從事 對Metaverse 有興趣的工作 那 它 所做的 不僅是 Digital Entertainment 我這裡 介紹 它有幾個方向 可以做 第一件事 我們是幫 Startup 幫他們 去 Develop AR 可以給予不同大眾 無論是AR 遊戲 或者 一些 Digital Entertainment 和實體 有一個交換 另外 我們 也是 希望 有這個 platform 去 做一些 simulation 這個 Time Planning 或者 Virtual Office 的 planning 裡面 我們 我們 因為 我們已經 接住了 剛才的大數據 中心 會有一個 Viltime 的 RT Data 進去Metaverse 就可以做不同 scenario 的 測試 或者 我們要 看一下 哪些 Card Park 到底要 哪些 工具 可以 測試 Pit 時間 或者 或者 Based on Office 設計 我們怎樣做 Ventilation 這些 都可以 Full Metaverse 去做 simulation 和 development 那 除了 剛才 我上訴的 兩件事 我們也希望 那些 Startup 可以幫助 那些 Enterprise 無論是政府 也好 或者University 或者Enterprise 做一些 Operation Workflow 去製造一些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正如 我相信 如果大家留意 韓國首爾的政府 已經 宣布了 全球第一個 市場 是有一個 叫做 Metaverse Store 即是 首爾的Metaverse 它將整個 首爾 裡面 就 凌智到 的 Visitor 你來到 知道去哪裡 觀光 或者 你要 Citizen 去派出 Driving License Public Housing 或者你 參觀不同的 Museum 都可以 去 或者 Teaching Class 都可以 through這個 platform 去做得到 那 就從而給 他們 韓國裡面 那些 startup 很多opportunity 去develop 這方面 的 商機 那 最後 再說一下 除了 剛才說 其實 剛才我都說過 我們 亦都是幫 一些不同的 organization 如果有自己的 設計 就將它 NFT 化 即是說 將它 平時賣在商鋪 裡面的 無論是珠寶 手飾 家具 的東西 我們可以 將它 將它 轉成 NFT 從而 在 OpenSea 可以 有自己的 IP 那 還有 就是說 through這個 可以有些 exclusive 的 membership 那 我們最近 亦都做了一間 在香港 都有幾多 珠寶 Outlet 的公司 他們利用 Metaverse 利用NFT 去賣 他們獨有的 珠寶 特色的產品 那 這一方面 就變成了 我們在線上 線下 都可以做到 一個銷售 還有 最近 我們也會和一間 香港很出名的 娛樂場所 將它 做個 Metaverse 裡面 他們 有些地方可以 賣酒 through Metaverse 和NFT 他們自己的 設計 那 就 類似一個 另類的 CRM 這樣 有些 reference case 大家可以留意 這隻 這麼恐怖的 貓 哈哈 也是 我們最近 都在市場上 利用KOL 去 推廣一些 比較獨特的 Arts 設計 從而製造一些 商機 還有 可以 有些 NFT 交易 那 所以 其實 這個 Metaverse 就是可以 很多元化 去 任何 一個 組織 包括 University 或者 Pirate Sector 甚至 是 政府 今晚 我會回到 CTU 有什麼 就當面 問我 如果沒有什麼 我會交給下一個 因為我接著要開 四點半 好 大家好 今天就分享 這個 Makurity Model 和 Adjustment Method 這是 中國 智能生產 中國出的智能生產 其實之前 我在 香港物質學會 和 NFT 和 一齊 已經說了 不過有一點更新的 就是我直接 去了大陸 找人 看了 一個 怎麼做 最後 我帶了下去 去 首先 有 四個範疇 我開頭說一說 現在香港在工業化 用的那套 HKPC 用的那套 以及 大陸這一套 發展的 歷史 是怎樣 之後就說說 Wenhofer 那裡 我那時候在科學園 採訪了這個 課程 就是香港PC 請德國的人過來 是非常貴的 那它裡面說了些什麼呢 是怎樣去 解釋香港的那個模特兒呢 之後就介紹一下 這個大陸在2020年的時候 那個GD standard 技術的 就是39116 那是講這個智能生產 那個成熟度的那個模特兒 是怎樣 之後呢 它也出了另外一個 叫39117 就是怎樣去檢討 那香港政府 在2016年開始 就要講再工業化 那也不是新的 那在HKPC 找了Forehofer UZQ For Production Technology 到Forehofer RGT 在德國 過來教我們 怎樣做香港的工業4.0 那個Mature Model 但是它那個很怪的 是0i 1i 至4i 就是分開 那我們怎樣 從Quality去做一個 控制派對焦點 在這個Process裡面 就考慮到怎樣 我們叫Fiber Physical Integrated 還有Automation Working Environment 那是怎樣做 工業4.0 時間關係我們不再講了 大家都很清楚 由第一次工業革命 到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的變化 現在我們就在這個情況那裡了 那跟我們Quality其實都很有關係的 就是我們的Scientific Management 開始就是TQM Mean Sigma 我們都要走下去質量避險 方面的考慮 那這個就是我將質量和創新的那些Tools 它發展的階段 也都可以分開我們那四個工業革命 在不同的階段那裡 那我這些之後的PowerPoint 我都會放上去我們的網絡 有興趣可以大家自己看看 那中國那一套智能製造能力成熟度的解釋呢 它那個Health是怎樣呢 其實又可以追溯到2015年的時候 就是工信部那裡就出了這個項目出來的 就是說那個智能製造能力成熟 程度那個模型標準化 我們怎樣的標準化呢 還有試驗檢診的系統 出了一個項目出來 2016年就白皮絲了 那我們你看看香港政府出過的 就是2016年開始 其實國內就是同步進行的 跟著2017年就有兩個國家國標立行 就是我一間介紹的兩個出作 還有出了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呢 最後呢 我就會輸出那個裡面的內容 怎麼樣的 我們原來呢 香港公司呢 就進不了那個平台的 如果我想大陸有公司 好像香港不是有個BR的 大陸也有個不知道那些什麼商業曲 這樣的 如果你進不了那個曲就進不了那個平台的 那去到1819年的時候呢 它就持續優化了 如果有5千個應用了的公司等等 都培訓了第200個企業每千塊錢 那最後呢 在2020年呢 它就出了這個優化的資料 就是這個standard了 好 第二部分呢 我就說一下 香港那邊 我們怎麼做呢 哇 這個課程就貴了 我們in-house cost 那跟學生說出來 那麼 8個人比sert 就是兩個sert 然後就有個資料 就給那些企業 派越學會這套 那就很划算了 幾千塊而已 你選了那個政府的方法呢 那你就會很划算了 比科學員好多 就是當年我們就上過這些訓練了 那麼最主要有什麼概念呢 我這裡很短的介紹一下 就是那個 例如它說的disk market device 有四個是特色的 第一就是有個sensor 就是condition 第二就是要駁到網絡 第三就是可以同時做分析和預測 第四就是可視化visual 以及適宜採用的 那麼每一個sert device 應該要在這四個dimension去考慮 然後呢 第二步呢 它就說digital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dication 這個其實是最能做的 就是 YCW在這裡 就是我們的partner 成大個阿登 professor 就是我和他一起教書 他就專門說這個 OT加IT operation technology 和information technology 要同時配合 才可以做到這個 破比生物和vertical integration 這個比較複雜 但是做到這個呢 可能就更改善了很多 然後它有一個模特兒 它叫做smart 4.0的 laborgator 就是一個航行表給你的 所以它分開呢 最外圍就是看一下 Telok's的trend 技術趨勢 社會趨勢 和社會趨勢 和social economic的trend 是怎樣的 之後你核心的價值是怎樣的 在這一邊呢 就是你的mindset 和cultural 另一邊就是你的spirit 和organization 它有幾個 好像一把線 那樣的 它就用回這個 business model gallery 但是它要加入了一些 digital的元素 去創新一個business model 之後呢 它要加了smart 也有四個enabler 就是sensor input conductivity 和data analytics 和output and operator 等等的 那麼呢 在這個smart production裡面呢 它們就說 又分開幾個階段 你開頭3.0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跟著進一步 入門 那我要看得到 我的數據 第二步呢 你要很transfer你的數據 然後你就understanding 明白了 第三呢 就是你做到prediction 你就可以 repecare 可以的 就是什麼發生 最後如果 repeability 去到index 4.0 你應該可以做到 self-organization 移動更正改正的 好了 這一個 在HKDC 應用forhofer 這一樣呢 它就是分開 你入到門的時候 就是0i 接著就是1i 2i 3i 4i 那其實這個呢 就像我們現在的 複製性模特兒 就是Level 1 2 3 4 5 就是待會我介紹 大陸那個呢 就是由 傳統的1至5 就沒有這個奇怪的 因為它前面 還沒ready 它就分了-1i -2i 就是說 你只是去到3.0 那它這些呢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還有 我這裡也 summarize了 在19年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 剛剛COVID都還沒爆 那些線呢 就可以邀請到PATRIC的帳戶 來在城大幫我們搞AGM 跟著它就飛去到德國 我可能就回不了 那時候就沒有飛機了 好了 跟著 很快就講一講 就是在新年來的步伐去提升 那為什麼最次能製造呢 那它就說POTS就是 包括你Intelligent Decision Making 你的Protection Operation Resource等等 都是based on 一個emer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剛才啊 廖Sir就已經介紹了 什麼是emergent technology 那它就focus在information那裡 另外在那個network Human factor Physical space等等 它enhanced你那個performance 和那個technical capability 那它sanktistic的intelmine effect 那個evaluation model 那是怎樣呢 那個方法是怎樣呢 是不是很有效的 評估到 去optimize我們的生產的結構呢 又幫助到我們的政策 那個生成等等呢 他們希望在這個model裡面做到的 那個core idea呢 都是continued purposeful improvement的 那就是和我們的quality都很接近的 都是講同一類型的東西 就是continued improvement 那全國標準信息公共平台裡面呢 那全國標準信息公共平台裡面呢 就可以download到 就是我這裡有個link的 就是這個智能製造能力成熟度的模型的 那大部分的standard都是中文的 那它的standard就沒有講它的背後 那我找到一些paper的一些教授呢 其實它的背後呢 那個mature model呢 參考了很多不同的外國那些 那些加上自己呢 那它都是會有一個 三個方法要考慮的 第一就是它的life cycle 就是design, production, logistic, sales, and service 這個就是life cycle的考慮 待會你看它那個model的分配呢 都是有這樣的基礎的 另外就是那個system hierarchy 由equipment去workstop 去enterprise core operation 另外一個就是intelligent capabilities 可能由你的resource開始 又怎樣去connect information 怎樣去sign 系統怎樣去組合 就是indication 還有怎樣去transit new business pattern 那用這三個方向的 跟著呢 這一個就是它的model 為什麼 就是外國很喜歡 就是中國人很喜歡用一些short term PTRM 想起來想不到 因為你只看中文 原來P呢 就是人言、技術啊 資源和製造的簡寫 如果轉回到英文 你就知道了 就是PTRM的model 就是這樣說的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model的composition 有成熟度 那它有分開capability element capability domain 還有那個sup domain 那這個有中文 我就用它做英文 它有得出的成熟度的要求 計算 那它這個呢 在這份favor 我相信它都是 一個standard裡面的作者之一 那它就是 manfactor 就分開了五半 跟著也都再分開 人員、resource、technology 在這一方面呢 technology 也都再分開 data、indication、information 人那方面呢 它的skill、organization 的關係 resource 就是看那個equipment 和那個network 在那個material level 它分開五個類型的 那很有趣的 中文和英文 它叫planning 就是規劃 就是第一級 就是最拖寶 第二級就是規範型 就是有spec 就是開始scandardization 第三級就是接集員 就是indication 那我剛才都講過 香港那邊最難做的 horizontal indication 和vertical integration 應該就 開始去第三級 如果做到optimization 優化 最後呢 它叫做引領級 叫做leadering level 它分開五個級 到來看的 那每個級數 就不同 那這個就是一個 好看一些的圖 那剛才那個 內容是一樣的 好了 那在material level 第一級是什麼 第一級 就是開始計劃 清楚 而且開始做你core的技術 就開始做stimline 其實那就是 如果做lean 啊sigma 那些就開始緊 但是呢 你有沒有考慮到 你收集到它 不要只用人肉 只用人肉 就算了 你要開始 可能有些自動化 少許的 第二級的時候呢 就說你開始 可以做到 自動化的技術 和IP了 可以做到 share data of single service 就是 沒有單一的服務 或者項目 可以做到data share 第三個level的時候呢 就是你 不同的business unit 互相之間的data 就開始可以share了 它就說可以indicate到 你整間公司的儀器 以及系統 都可以indicate到 在一起 就去到第三級 就不容易了 我想第三級 就不容易 第四級呢 就說要開始做data mining 就是在你的戶客 resource 等等 能夠做到 prediction 和 automation 這個呢 當年呢 做Sigma 在銀行裡面 就做很多data mining 那麼他們那裡 在這一方面來看 就接近第四級 因為它的數據 它自動收集 或者在信用卡一收集 在台湖 用消費數據 所以它是做到的 第五級呢 就是說 是continue to drive 那個 business automation 和innovation 的 那就是一個 drive the new merifecting model 和business model 好了 那麼 在這個裡面呢 它的評估呢 都是看回這個 personal technology resource and manufacturing 這四個部分 去做一個assessment 那我就說 說不完啦 但是它這麼多item 我只選了兩個 就是personal 和technology 但是它裡面 也有兩個item 例如organization strategy 和personal qualification 那怎麼樣呢 我並排 level one 如果在一個公司的政策裡面 那你開始要有計劃 它就會問你有沒有計劃 你有沒有reputate 就是投資一些resource 例如買儀器或者一些sensor 那同一時間呢 你的人件呢 你有沒有一些realize 這個東西很重要呢 就是起碼管理層的人員 你那個人員那方面呢 對這個要求呢 是不是有code 是不是introduce 給他了 就是你最初就做aware 第二個level呢 如果這個公司的政策層面呢 你就開始有個發展的政策了 還有有一個specific entimentation plan 就開始有計劃給他 那些人員要配合 人員方面呢 人員或者team呢 是有沒有能力 去做這個overall的planning呢 他有沒有這一方面的知識 例如mastering的skills是什麼呢 IT啊 data analytics啊 information security啊 這些都全部maintainance 規矩文等等 debudding 這些其實跟一般我們做IT加OT的工程師 可能都需要有的技巧他們有沒有呢 另外就是是不是suitable internetral manufacturing training system 有沒有特地去train up他們這個東西呢 就是那個高度高一點點 就是看一下怎麼可以做最併合 其實你發覺就是做digitalization 很相似的 跟著啦 在organization structure Level 3 4 5 它都是用這兩個item去綁的 就是intiment你的strategy 還有要做到continued optimization 裡面有個mechanism 去optimize你本身的structure suitable 這個post structure and post building and pos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就是說完了之後 它應該會點的 是根據這個structure 但是人員那方面呢 它就分開三級呢 就要有一個 ignor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那跟阿Kam說的那些 trade duty ignoration其實是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跟阿廖Sir說的那些 technologyignoration 和management innovation 要放下去 另外一個就是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也很重要 這個其實看到很多公司 都不是很成功的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但是這個變成是 Level 3的基礎 在這個基礎裡面 Level 4和5 它就說knowledge management 的platform 就需要realize accumulate 你以往的人的知識 技巧和經驗 還有可以怎樣呢 人的知識技巧 經驗應該可以digitalize 還有software base 就是可以演出出來 在這個系統裡 這個跟google的search engine 都差不多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在公司裡面 另外那個quireteria 我介紹的就是technology technology就是分開data integration和information security 看看technology的五級怎麼分呢 首先technology說data方面 你有沒有connect些data 有沒有分析data based on經驗 第二個Level就是 你的那些data 是level高一些 之前可能是人肉的 現在我用QR code bar code RFID 或者那個GLC 就是那些 那些programm logic controller 那方面去collect 如果technology 你就是可能informatic system data human experiment等等 你都需要用它 另外就是sharing on-line with the department department 在那個department裡面 是不是可以sharing 到進一步 我不用QR code 那些sensor technology 可能自動收集了 都不需要你找人手 去嘟嘟嘟嘟嘟嘟 可能過脫拉去自動 那些sensor 就拿去所有的資料 跟著要uniform 這些data code 還有它怎樣做sharing online course department 就是說level2 只是自己department 就是拿做 level3就可以course department去做 level4的時候 你就要有一個data center 組合 整合它的 還有data analysis 就是analyze model 你開始做 big data technology 要有 還有你要automize 你要recommendation 還有做到 decision making 就是level4 去到level5 就是data analytics 要view time 這個很重要 就是真真正正做到 4.0 其實就是view time 這個 investation 那我不多說了 這些都是差不多 時間關係 還有這個information security 如果你走到27001 那差不多這裡 你會做到的了 應該就 就是如果走得齊的時候 很多時候 因為都是IP公司 通常一定會做齊的 那這些就會爆發的 好 它最後的assessment 方法是怎麼做呢 要評估它 你要scope 它的contact process method 那個maturity level 是怎麼做呢 通常你會找第三者去做的 那一會兒我介紹的一個 就是self-assessment 就是self-assessment 你的assessment 你的domain criteria finding 你都要繼續回去 其實有什麼用呢 就是找你的gap 學standard的gap 有多遠 那很有趣的 在它的assessment裡 它又分開兩種manufacturing 第一種呢 它那個叫做 v teeth teeth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叫流程型的 製造企業評估 那有什麼分別呢 我看流程型呢 它的設計 工藝設計 就是一個assessment 還有它的服務呢 流程型就是客戶服務 一會兒都會講一下 什麼是流程型 第二個呢 它叫做 discret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就是discret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為什麼 有什麼分別呢 其他都是一樣的 人員技術資源 製造程序 這個life cycle 但是它的設計和服務 是多一些的 它一直是產品設計 工藝設計 客戶服務 和產品服務 它是這樣的分別的 那它的waintern 它說 一個我們叫做流程型呢 就是 很有趣的 汽車呢 同時可以是流程型 又可以是利山型的 那它就說 這個是一個長時間repeat 是很固定的production 是repeat的processing 還有不需要 怎樣說呢 你的predict是很穩定的 那它就要流程型 那你見到它這些wating呢 你就可以根據它這個wating 在這個大行的domain 這個area 就是anyman 接著這個domain 這個subdomain 來分配它們的wating 去做assessment的 另外一個離散型呢 就是一樣了 離散型呢 就不同了 你見到它的分配程度 在資源呢 這個低很多的 在流程型 就資源量設計 多些的 反而這個製造呢 就68 這個是777 分散型呢 就多些 分散型呢 你見到有些 卡 你可能是Taylamic 3 啊 小Taylamic 3 就分散啦 Aircraft都是的 刷風也是的 但是你之前 你會發覺你的卡 是這樣的 但是有些dualable goods 和electronic product 所以我都發覺 這兩個分別 不是說實在這麼大的 在assessment那裡 就跟我們一般產品 或者sertification assessment 就跟他流程一樣 你以你的assessment 就是正式assessment 頒布結果 和怎麼去推進 這個就是英語了 好了 比分那裡呢 就有關係了 那他這個廣告 不sertify 就是最低的 就是 hard story sertify 就是0.5 most sertify 就是0.8 以及全部sertify 就是1 其實這個有關係的 那一會兒 你會看到他的assessment 你會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呢 怎樣去計算你 overall呢 就是你把所有東西都計算 我做了xl 好 好 好 先 大一個 我其實做了xl表 就算了出來 那就看一下你的 那個機構 overall的weighting 加在那裡 是不是在這些range裡面 其實0至5 就是messon 來的 那這條我都不算 我就說一下他們的case study 就是那個智能製造發展指數報告 2021年 就是去年的都挺新的 就是他們都是根據這個standard 39116呢 是做了2萬間的企業 在最多就是江蘇那邊做的 有4000多間企業在那裡 全部都是sertify 用那個平台 去出現呢 那你要發覺呢 就 今年 就是比去年呢 那個增長 就在這裡了 那你見到呢 慢慢呢 要做越多的時候呢 一級的情況就會低 因為你開始有plan 你就下年再做 就會升二級 二級就開始高 三級 四級 沒有五級的 那這些是很top的企業 才去到的了 跟著流程營 和離散營的分配呢 那其實都是很適合的 都很接近的 這個呢 就是他們那個指域的分分比例了 還有你發覺呢 這個做法呢 你見到它有計算機的產業 就是汽車產業 電機 食品 醫療 它 你見到比較成熟些呢 就是 計算機 就是computer 電腦 就比較成熟些 跟著第二就是汽車 跟著電機 這些大型一些的 其他一些就 綠色越多 就是一級越多 就沒有很ready 就是aware到的 跟著呢 我會說我這個平台 會是怎樣進去 這一個公共的平台 是給你做什麼企業 自診斷 但是要 他那個說話要兩個小時才做完 這個 那這個平台呢 你要註冊 我第一步都做不到的 我沒有進去 第一步都做不到 如果我靠問了一個前輩 他在深圳有一間公民公司 他就幫我進去 拿了Personia出來 那我等一下都會說一說給你看看 他要回答所有的問題 這個就是 他最後呢 就會將一個報告 講出你現有的情況 是免費的 但是呢 他怕你們呢 過份用呢 所以呢 一個月呢 你只可以update你的數據 不知道三次還是五次而已 他怕你過份用的 應該是免費的 那它裡面的 那個self assessment 那些數字 是怎樣 就是那個question是怎樣 那我就拿了這三步給你看看 第一就是說 如果你是人員的 organization structure 剛才我不是說了一個quiteria 那你進去那個系統裡 第一級 組織戰略 它就有兩條的題目 企業是不是發展自能製造策略的願景 你有沒有願景呢 你會發覺它所有的題目呢 都是ADDD四個選項的 現在就沒有啊 企業有關這方面的探討啊 企業有發展自能的願景 跟著最後就移定了那個發展計劃 那就是好像剛才那個standard說 最初不satisfied就0了 部分satisfied0.5 再多些0.8 完全satisfied就1了 所以你看到它都是跟一個standard 給你選擇 它就自動在裡面計算了 這個就是我評估了 我相信都應該是的 如果不是它就給你四個選擇 如果我設計就要五個了 另外呢 企業的發展自能製造方面 投資情況是怎樣呢 跟著你看到第二級呢 這裡怎麼看第二級 它就是有兩條共兩條 你的進度如果你搭了 你可以搭大 你可以save to submit的 就是要做兩個小時就多久 它也都有不同的問題 那第三條我發覺有些 就level 3 to 5 為什麼呢 它出到這裡之後呢 後面就沒有了這個組織戰略的了 跟著呢 到人員方面 你也是由一級去問 二級有不同的問題 你答不完 其實它這樣 要你答不完一級呢 它才會支付二級給你的 接著要答三級 四級 有時候呢 為什麼只有四級 跟著沒有呢 就四級變五級 一齊的 就好像這個standard這樣 好了 最後結論呢 HKBC大小那一套呢 公言四結論就是德國 還有大陸那一套中國的幾個 其實都 我看完之後呢 是有類似的地方開結合的 為什麼呢 HKBC那一套都是assessment 但是那個 我覺得國內一套一蓋上去呢 就 容易接受的東西 還有都可以拿越HKBC 做一個 就是那個 疫情操作文化出來的 就是如果這樣跟HKBC那一套呢 就好像那個疫情操作文化 沒有那麼明顯的 國內一個就相信可以跟到 一二三四五 那個文化去 經過那些 中文的問題 就是中文的問題 都很清晰 你要做這些 做這些 一步一步去教你的 接著呢就是那個 蜜蜜模特呢 那個背景我介紹過了 他那些項目的呢 也有介紹過了 還有他的那個 那個 Index的報告 其實他每年都會做一次的 那麼我就看一下 今年的結果會怎樣 最後呢 就希望大家 用那個 Infessional Effective Evacuation Prattation Model 那個Pratform 那個Pratform 免費的 但是要到國內公司的 所以我進去 他的網上呢 就看不到 或者報告呢 沒有香港公司 因為香港不會有他那些 除非是國內有分公司 希望都可以用得到